接下來最甜美的Morning Call 小湯園要來幫大家讀讀報 我們先看到新聞頭條 現在我們疫苗是不是打太快了 才會缺貨呢 那中央疫苗現在供應不及 各縣市都陸續傳出了 施打降載或是暫停 又或者是暫停預約這樣的情況 連綠營執政的桃園跟高雄 也直指疫苗供應量以及需求量 的確是出現了落差 那麼面對民眾 踴躍的來預約接種有壓力 那新北苗栗 雲林 嘉義市 屏東等縣市呢 都已經宣布了要暫停預約 之後也會因為無疫苗而暫停施打 那桃園 台中 台南跟台東是降載施打 民眾預約不到也是怨聲載道 那彰化的民眾 他們是上網要登陸 結果發現鋪了個空 縣長王惠美的臉書就被灌爆 那民眾就留言要致電立委 去了解一下中央到底在做什麼呢 那麼中央疫苗的配發速度慢 各縣市分配不足 陳時中他確實說量都可以接的上來 但是地方打得太快了 柯文哲聽了就很神奇 他說打得太慢 打得太快都要怪地方 那叫陳時中自己來打好了 柯文哲還說 就在疫苗不足的這個時間點 衛福部剛好又開放高端 可以納入預約施打 他說高端的事不曉得是怎麼講 但是如果是柯文哲他自己要負責的話 他說他絕對不會這樣做 另外關心到的是我們國內昨天新增了18例的本土個案 那好消息是沒有新增死亡的病例 疫情指揮中心也公佈了7月27號 單日接種了263309人次 所以全台接種人口涵蓋率已經來到了29.93% 祭次人口比達到了31.16% 據理指揮官陳時中他喊出的10月 全國祭次涵蓋率希望達到六成的目標 現在看起來的確是越來越接近了 不過他昨天坦言目標不變 但是現在面臨到的呢就是有三大難題 首先就是施打的意願 接種的量能以及疫苗進貨的時程 那當中最難的當然就是疫苗供貨 還有進貨的速度 陳時中他就坦言了這段期間 其實疫苗接種的進度 是取決於進貨的速度 那麼疫苗進來的時程其實是難以掌握的 當然是有可能發生一個空檔這樣的情況 所以他說只要盡量避免 但是呢不會為了避免而讓接種的速度變慢 另外我們要關心到的是大陸這邊的疫情 江蘇省南京市昨天是再新增了47例的本土新冠確診 7月20號累積到今天呢 南京累積本土確診已經來到了155例 當中有4例重症的病患 那市衛健委他們昨天就表示了 近期新增的病例其實主要是集中在機場 以及周邊的地區 而且還發生了多起群聚性的疫情 那麼中國新聞週刊就引述了一名不具名的工衛專家就示警了 目前其實疫情已經開始擴散的城市多 而且呢路口機場直到26號才關閉 所以傳染源是難以阻斷了 那麼南京現在呢事實上已經封城 但是這個時間是有點晚了 另外為了要避免有症狀的人 他們自行去買一些退燒藥回家吃哦 那麼目前南京市2300多家的零售藥店 已經全面暫停了退燒 止咳抗病毒和抗生素 這樣的四類藥品的銷售 對此中共中紀委官網呢 昨天也是刊文發生了 他們指出南京路口機場如果能夠 及時認真的落實舉措 那又何以會這樣輕易的失守呢 他們就批評路口機場存在了監管缺失哦 那管理不專業防疫各項措施也沒有落實 那南京作為交通的樞紐 其實尤其在7月的時候是正值旅遊的旺季 7月10號以後從路口機場過境的旅客密集 那專家就分析了很有可能 這個機場過境的旅客是存在感染者 所以還需要進一步的抓緊排查 接下來鏡頭回到國內 我們持續關注是受疫情的影響 指揮中心或是地方政府 先前是宣布了酒吧 夜店 電子遊戲場 還有健身房等等的行業要停業 也有不少的店家 他們是採取自主來關閉哦 那有地方政府就詢問勞動部 停業期間的平均工資問題 那麼勞動部對此呢 還發函就指出了 依照勞基法施行的細則 第二條第四款 雇主如果是因為天災啊 事變或是其他不可抗力 而不能夠繼續營業 導致他們的勞工是不能夠工作的 那這個期間是可以不計入平均工資 那麼新冠肺炎剛好就是屬於重大傳染病 所以是適用在這個範疇當中 也因此受到疫情的影響 停業期間是可以不列入計算平均工資 最後看到是依據勞保的條例呢 職業災害保險費率是每三年要調整一次 那就包含了行業別災害費率 和上下班災害費率 勞動部日前就預購了 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 適用行業別以及費率表的修正草案 明年也你要調降建築工程 零售業等29個行業災害費率 那電力級燃氣供應業 成衣級服飾品製造業 批發業等等的9行業別 災害費率則是要調漲 那新費率預計是明年開始實施 那預估會影響大約660萬的勞工 以上就是這集的讀報 提供給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